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它有一些弯曲度 所以我把它插到这个花瓶里面 它们真正能够进入到水里的大概是插碎的三分之一左右 那能够达到三分之一深度的这个插碎 情况都比较好 不仅继续开花 而且叶子也有绿绿的 看起来呢 它原来插碎你的养分一直还在发挥作用 那有一些因为太挤了 可能插的不够深 大概只插进去 它原来插碎的五分之一那么多的深度 就有一些就不行了 它叶子软了 花也没有开出来 那就是说如果用来做插碎呢 把它插在水里 要至少达到有三分之一的长度呢 要能够浸在水里 这样才能帮助它生根 现在呢它的状态很好 已经长了这么多虚根 我想等一个星期以后 等它的这些虚根更加长壮了 我就把它放到 种到花盆里 换一些好的盆土 适合就是 扦插利格海棠的盆土 可能会用 Party Mix吧 另外加一点点黄沙 为了让它的透气性比较好 因为 利格海棠实际上 也是肉根的植物 肉根植物呢 都是需要透气性强的这种土壤的 如果透气性不强 水积压在里面 透水性也很差的话 那它的根就非常容易烂掉了 到时候我把它种到盆土里 如果仍然能够保持枝叶繁茂花开满盆的话 那我这一次的扦插繁茂就算是成功了 除了扦插繁茂利格海棠 让我感觉到很有希望也小有成就以外呢 我给这颗利格海棠做过修剪以后 它的母株状态也挺好 除了我原来留的这两枝花还在开以外 它们已经开半个月了 而且它们这个下面的我剪掉的这些地方的周围 这些 而且下面我修剪的那些地方旁边都长出了很多小芯叶 看着呢 这些小枝条也会慢慢的蓬勃起来 给我的感觉它们状态非常好 现在我留下来的这一枝花 暂时也不想剪掉了 因为它不仅结了小的新花苞以外 还长了新的小叶子 让我有一些舍不得 看这儿 有新的花苞 还有小叶子 叶子也在长 那暂时呢 就让它先留在这里 也许下面的这些小枝叶呢 会逐渐的蓬勃长高 慢慢的会和它持平 也有可能 如果不能呢 到时候我再来剪 修剪的方法呢 可能和以前就不一样 不会直接剪掉一大截 会用栽心的方法 剪掉上端的一小部分 让它呢 从枝子的侧面 再蒙动新的枝子出来 但愿我还能把这一颗母猪 也养到枝叶繁茂 花开满盆的状态 那我就觉得 我的这一次修剪太值得了 而且对于养护利格海棠来说 这个做法也是非常正确的 好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喜欢我的花给我的花点赞 如果你想follow我的视频 就点击视频右下角的subscribe 订阅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